这是我家养的两只猫 它们已经快一岁了 养猫千日 用猫一时 等一下 我会把它们平常最爱吃的小零食 放在这些烤包上面 等一下猫咪先吃哪个烤包上面的小零食 咱们就猜哪个烤包 猫咪来了 它在闻这个小零食的味道 它吃了这个烤包上面的小零食 这是三包三元 那我们就把这三包三元包给拆掉吧 S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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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轮开始 小零食已经放好 卡包赢就位 猫咪又来了 这次它吃的是咒术回战上面的小零食 那咱们就把这两包咒术回战的卡包拆掉吧 这个是咒术回战的十元包 这个烤包我很少猜 第二十三话 第十九话 一张虎杖幽人 这个呢是SSR卡 还有一包 开掉 第十四话 九话 这是一张新号的SR卡 这是SSR卡 丁吉野强味 继续下一轮 这一轮我把烤包减少了 目前场上有一元包三元包还有初一为了卡包 看我家小猫这一次吃哪个卡包上面的零食呢 小猫咪又来了 这一轮它还是吃的三元包上面的小零食呀 那咱们把这三元包拆掉吧 看一下这次的三包三元包能拆出现什么卡呢 S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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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三元包不行啊 最后再来一轮吧 诶 它怎么又吃这个卡包上面的呀 三元包 看一下这三元包能拆出现什么卡吧 一张L加2 TIT SOFTMAN 终于出好卡了 SR SR 那你们觉得今天这期视频有没有意思呢 如果觉得有意思的话 别忘了把你们的点赞留下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那肯定还有很多人想问了 为什么不让我家的这只猫来吃小零食 因为它呢不怎么爱吃小零食呀 你看它也是比较瘦的